嗨,大家好,我是王大主播過日 現在是凌晨的兩點鐘 我現在來吃宵夜,為什麼? 因為在地人跟我說 來到桂林一定要嘗這個桂林米粉 因為聽說沒有吃過這個就等於你沒有來過桂林 那麼現在我的朋友告訴我說 在七星公園旁邊有一家叫桂湖米粉 非常的出名 來看一下桂林米粉長這樣 它的麵看起來像我們台灣的米苔木有沒有 粗粗的麵條 然後呢上面可能有豬肉啦 還有豬雜啦 還有黃豆啊 還有蔥啊 這樣子拌在一起 現在我就要來品嘗它的味道 真的是米苔木耶 就是我們常常在那個滷味湯裡面 會切的小菜那種豬腸豬肉有沒有 把它切碎 然後呢 然後加一點油 然後拌一下 就是這種乾拌米苔木的感覺 欸其實 非常對我們台灣人的口味 是OK的耶 欸很好吃的耶 嗯 好喝 我剛剛還叫了 腐竹 我很喜歡吃的豆腐皮 欸讓你們看一下 那他們是做辣口味的 因為聽說廣西人吃辣 嗯 欸真的好辣 啊 好吃 完了我完全忘記 我已經在半夜了 而且我已經 回了飯店洗了澡 然後聽說這邊宵夜很出名 還要特別出來吃 哇 而最後來到桂林 一定要試試看喔 我先吃啦 謝謝